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今天今天的主播Joman 那之前陸續有為大家做了一些戰車世界的教學影片 還有有趣的replay轉播 剛好這次適逢台灣戰車世界官方華語賽評的徵選 那我身為一位熱愛遊戲的車長也絕對不能錯過啦 那趁著這次機會我想順便的來為各位介紹我最近的愛車 它就是大家可以在畫面中看到的英國五階驅逐戰車AT2 那有玩過五階場到七階場的朋友對於這一台戰車應該是不陌生的 那這一台英國驅逐戰車其實是在8.4版本當中才加入的 那目前版本是8.5嘛 就其實它已經算是一台還蠻新的坦克啦 那我們接下來馬上來看一下這一台AT2的特色吧 好的那接下來就先來看一下AT2的外觀吧 其實AT2的外觀其實可以說是蠻可愛的啊 有一個軟軟胖胖的感覺因為包括它的這個砲台啊 還有車掌蓋都是這種圓形的設計是軟軟胖胖蠻可愛的 那我自己本身還有買這個塗裝喔 包括了國旗跟錶宇 Steel Warrior 是這個鋼鐵戰士的意思 所以說是蠻符合它的形象啦 因為大家會介紹到它的這個特色就是在於非常非常的硬喔 那側邊還有一些包括了戰隊啊 還有可愛的一個符號 那這邊來看一下我們看一下右邊的數據 其實你單看血量的話 這個血量並不多 畢竟是五階車血量並不多 但是重點是它的裝甲超級齁 我們可以看到它正面裝甲高達200喔 即便是側面的裝甲也有來到100左右非常高的一個數字喔 那200的這個裝甲200毫米的這個裝甲代表什麼意義呢 代表了我們今天我是五階的TD嘛 那我最高頂多收到七階或八階長 其實收到八階長的機率很低啦 應該最高到七階長 那即便是七階車 它拿七階砲甚至是越級拿八階砲 要正面打穿這個200毫米的裝甲 也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喔 基本上從這個裝甲弱點來分 來分析的話它唯一的弱點只有這個車掌蓋 但是重點來我正面打這個車掌蓋 它還是算蠻小的 所以除非你距離它很近 或是除非你的砲非常的準 不然其實你要打中這個車掌蓋 也是蠻難的 那我這一台 這個AT2我選用的是這個57毫米 57mm的這個 快速的這個砲 為什麼選這支砲呢 主要是呢 其實 AT2它另外一個缺點在於 它的砲的威力級並不強 那選擇武器砲是在於 這個穿身還可以 然後 優點在於它的速度非常快 也是我剛剛講的如果正面 如果對手知道你的弱點的話呢 它正在瞄你這個車掌蓋的時候呢 因為我的57砲的射速非常快 所以我一直快速的擠打它 讓它的這個瞄準 沒有那麼容易來瞄準我的車掌蓋 所以在正面對決上呢 搭配個57砲 可以讓自己被 打穿 被打穿這個車掌蓋的機率來的更低 好的那AT2另外一個很大的缺點在於是 它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慢 你看它最高時速才20喔 而且它的加速度也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說它不像一些中階坦克 或者是一些跑得比較快的重型坦克 可以在各個地形上遊走做支援喔 它一開始選定了一個路線之後呢 要嘛就跪在那邊 或是要嘛就只選一個路線 這樣一直筆直的往前推進 它沒有 太多的本錢去回頭做支援 或是做撤退喔 所以待會在地圖介紹上會特別來為 各位解釋說為什麼 AT2要這樣子走喔 好的那接下來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的AT2的一些配備上的選擇 我可以看一下我的配備是選擇了 這一個 快瞄 也就是說瞄準速度加10% 還有風扇 風扇也是很主流的 所有的成員能力加5% 還有一個快田 這個田裝時間減10% 那當然在選擇裝置上每個人的選法都不一樣 我會這樣子選 那風扇是很主流 因為可以加成員的能力 那會配 會配這個快瞄跟快田 主要是因為讓 這個武器爆快速瞄準快速打的這個特性 更加凸顯出來喔 那在炮彈上的選擇呢 當然大部分還是正常的AP彈 那我會帶了 少量 其實沒有少量還蠻多顆的 25顆的這一個 金彈喔 那這金彈的穿身能力相當不錯 可以看到穿透力 高達135到225 那工具包的部分就是很標準的小型工具包 這個是可以修理部位 修理受損的部位 然後呢 滅火器有時候著火的時候趕快滅火 然後急救包就是成員死掉 或是受傷的時候 來做急救 那這邊看一下我成員的部分 我成員的部分基本上是有連到100%的 但是 第一個技能 還沒有到100% 所以我先選擇修理 因為修理的話呢 只要有%數 他就有效果 全部都是修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AT2他很 需要去正面扛炮 那你正面扛炮的話 當然正面很不容易打穿你 但是履帶常常還是會斷掉的 那履帶斷掉的話呢 要快速的把履帶修理完畢 這樣子的話才能恢復機動性 不然的話呢 你TD嘛 那 這個TD他 沒有炮台的一個關係下 你如果履帶斷掉沒有辦法做移動的話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的 來對於遊蟻或在移動中的這個D人來做攻擊 好的那以上是簡單AT2的介紹 我馬上的來看一下AT2的實戰影片吧 好的各位馬上呢 就要來為大家帶來AT2的實戰影片了 那我挑的這場replay的是我自己本身在野團打的一場replay 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我並沒有組隊 是我自己一個人solo打的 那 AT2前面介紹過AT2的幾個特性 他最大的優點在於正面裝甲非常非常硬 他可以扛炮 而且可以扛非常非常多炮 只要你是用正面去面對他 然後另外一個的特性是 他的這個火力輸出其實並不優勢 並沒有說 不像一些 打一炮可以兩三百滴三四百滴這麼痛 他因為我又選武器砲 所以基本上就是武器神針 戳戳戳的感覺 就是打一炮很快 但是呢可能這個扣的血量並不多 那AT2的另外一個特性是他的走動 他移動速度非常非常的緩慢 所以以上幾個特性呢 我們在玩戰車世界這個遊戲 你要先了解 自己的特性 然後接下來再按照地圖 還有你的這個階級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大家一看到 我進來這一場之後 我要先看我的階級 好的我是五階車 這是五階場 所以說我是頭車 也就是說呢 我在這個場次裡面呢 我是高階車 所以呢 我有幾個要點就是我要去正面去 正面當作肉盾 去掩護我自己的隊友在後方做一個攻擊輸出 所以說呢 馬上再來看這張地圖 先了解自己的定位 這是一個團隊遊戲 好的 那這張地圖是Port 這張地圖的話呢 我們可以走 有兩個突破口 在進攻上有兩個突破口 第一個是1號線 數字1號線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數字1號線 另外的突破口 則是數字0號線 從利亞線這邊走過來 從側翼這邊慢慢的逼近 這個紅色的這個旗幟區域 那1號線跟0號線 當然 很多機動性比較高的 中坦跟重坦呢 會選擇走 這個1號線 那清坦的話 則是會在高速公路 藍牙高速公路 或是這個平原這邊來回遊走 來做開關 那SPG當然是在後方 那TD的話呢 像我是TD嘛 但是我是要去扛正面的TD 所以說我也會移動到前方去的 我這台並不算是一個黑槍能力很強的TD 他是要正面稍微扛一下炮 那我會選擇走0號線 為什麼呢 因為我移動速度很緩慢 我如果今天選擇走1號線 我光是要從這邊走到 1號線 然後就先從 A這個路線走過來 然後這個右線切過來 就要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那我在這一場分房裡面 我又是高階車 我在這邊走花了很多時間的話 很有可能 我的隊友已經打完一半 或是已經打完 你就說這段中間這段時間 我都沒有攻擊輸出 也沒有辦法去幫隊友扛炮的話呢 這以高階車以頭車來說呢 我就是一個 不秤值的頭車 所以這一場比賽我一開始選擇走0號線 第一時間快速的加入戰場 快速的來做一個火力輸出 然後呢 然後順便來幫隊友扛炮 所以待會我會來走0號線 好的各位 那剛剛講了這麼多 相信大家 對於AT2應該有 初步的這個了解 那AT2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缺點 另外一個缺點就在於 他後方 這一邊這一塊 大家可以看到 屁股後方 上面這一塊呢 是弱點 弱點 所以說呢 誰可以打到這一塊 當然我從後面屁股 從高地屁股打 也可以打得到 另外一個 自走炮 也很容易打到這一塊 所以其實呢 這一台 AT2你在打正面 當然是很強 但是你一開場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呢 有沒有這個自走炮 因為他對面有三台自走炮 其實是蠻危險的 所以這一堂這場比賽當中 我會持續的找掩體 來避免自走炮打到我 不過這張地圖 PO的這張圖 他可以看到上面 不管是北邊或是南邊 都很多建築物 所以其實對於自走炮來說 是比較難發揮的一張圖 好的 那就如果剛剛所說 我一開始就走0號線 可以看到後面已經有一台 這一個4號 PZ4號在躲在我後面了 因為他知道我很硬 他知道我能扛 躲在我後面 沒有關係 我們AT2就是要去前面扛的 所以他躲在我後面這完全可以接受 那就扛吧 反正 我畢竟是在五階場裡面的五階車 能力越強責任越重喔 好的 我們這邊隊友 剛剛隊友從頭自殺死掉 好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開狙擊鏡 接下來SU85 57炮 可以看到填彈非常非常的快喔 這是我的視野 57炮 再次的開 再次的開這個狙擊鏡喔 好的 不過應該躲在側面喔 側面這邊還是打到了 153算 153算很高的傷害 我這邊持續打沒有辦法打 喔這邊被隊友打爆了 右邊開始有一台PZ38 趕快打PZ38 這是三階車 剛才講到57炮他的穿身還不錯 所以呢 打中低階車的話 幾乎是蠻容易傳的 不用特別去瞄弱點 不過遇到如果是那種 KV-1啊 KV-1X 那就需要去瞄一些弱點 好的 這邊再次看到一台Cruiser 好又打 可以看到57炮他真的不痛 但是他的一個填彈能力 填彈速度 還有準度 那個準星 其實相當相當不錯 所以呢 可以一直打 一直打 那已經提到過了 我正面一直打的話呢 對方的正面被一直打的情況下 在瞄準上 就比較不容易瞄準 那我正面已經夠硬了 他又沒有辦法來瞄準我的車掌蓋的話呢 我的存活時間就會非常非常久 那這邊可以看到 對方一旦 這個消失之後 我就會持續移動 一來是找掩體 二來是不要讓SPG來做一個 對我做定位 好這台是KV-1 這台KV-1就是跟我同階的五階層很硬喔 那因為 不過他這邊只有賣出頭 其實KV-1頭是蠻硬的 所以呢 他可以看到下面我就切到金彈了 金彈的話呢 穿身能力就比較好 金彈硬打 硬把他這個頭打爆喔 217還算還不錯 他應該是受傷了 好持續來做一個攻擊喔 好這台KV-1也知道會痛喔 馬上呢 退 但是這邊我再喬一個角度 繼續秒他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左方有一台青彈 先決定把KV-1 解決掉 因為KV-1血量已經剩不多了 這邊選擇先來解決KV-1 那可以看到剛剛有一個 拋物線的彈道弱線 這是我的隊友 因為我在前線開光嘛 那後方隊友呢 我這邊隊友還有三台自走炮 自走炮持續做輸出 這邊可以看到我這邊還落後喔 5比6落後喔 好先幹掉一台KV-1 幹掉KV-1呢 幹掉對方的頭車 這邊基本上壓力就小很多 這邊是M5 M5是低階車喔 4階其實也沒有很低階 但是 他算輕彈啦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打穿他了 可以看到 57炮 填彈非常非常的快 大概 因為加上我又快填跟快秒 就在瞄準速度上 還有填彈速度上 大概2到3秒就可以打 非常非常的快 好剛剛幹掉M5之後呢 轉向 這是對面的4號 對面4號 這時候剛好隊友去包他 這邊我目前的比數是8比8的平手 剛剛一度落後 那我這邊側翼是看有沒有機會推進去喔 好的 這邊我又把死刀幹掉了 這邊周圍有非常多的屍體 你看 剛剛這個粉塵 剛剛這邊的這個粉塵 就是自走炮在瞄我 所以前面有三 對面有三台 自走炮的一個情況下 你還是要一直移動 找炎體 不然的話呢 以AT2後面的這個弱點來說呢 還是很容易被打到 好這邊有一台KV-1 只要把這台KV-1解決掉的話 我們壓力就會小很多 因為這是對面 唯一的頭車 好的打KV-1側翼的這個缺點 KV-1的話基本上 他側面就比較容易打穿了 不像正面或頭那麼的硬喔 好的那這一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這個在人偷數上也是領先的 11比10喔 11比10 那我目前擊殺數已經是四隻了 以AT2來說算是還不錯的一個 擊殺數喔 好這邊正面對決 跟KV-1正面對決 誰比較硬喔 你看我這邊一直打他 他其實他想瞄我的車長幹 但是我一直打他 他一直 他還在填蛋來不及瞄 這邊就被我幹掉了 好的繼續往前推 這邊是五隻的擊殺數 那因為對面的頭車 對面的頭車全部都被幹掉 只是在這個自走砲的情況下 其實威脅度就不大了 因為自走砲都是需要 隊友開光 隊友掩護 所以只在自走砲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稍微快轉一下 只在自走砲的一個情況下 最後我們就快速的拿下比賽 那中場呢 我就是五個擊殺數 拿下比賽 其實我覺得 從某個角度來說呢 AT2也是適合 某部分的新手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 緩慢推進 然後扛正面的 個性的人的話 其實你可以試著來玩玩看 AT2 那還是要再次強調 AT2正面很硬 但是缺點在於 跑得很慢 然後砲的傷害不高 但是裝578的話 會打得很快很快 特別的要注意這一個 不要讓 自走砲來打到你後面的弱點 然後呢 全部的TT 都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你千萬千萬 不能 剛剛 他有看到我近身打了很多台 但是 他沒有發生一個情況是 你TD最害怕的是 被一些輕坦或是中坦中坦去卡你的位置 因為 你是砲台 你沒有砲台 所以你要靠轉履帶來瞄準對方 所以你千萬不能被敵人百分之百近身 卡在這種 右邊啊 或是左邊 或是卡在後面 但你不能動彈的話 就會被虐到死了 所以這個是每一台TD都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以上是這一次 我參加華語賽評徵選的影片 也順便為大家介紹 A-TD都在台 蠻有趣的英國五階的 去除戰車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 那如果有機會能夠進擊決賽的話呢 一樣會來為大家錄製 更不一樣 更有趣的 replay的解說了 我是這次的主播9man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